哎呦 還是這成立好啊 媽 你怎麼來了 我工作忙 請叫咱媽過來幫忙帶幾天孩子 哦 你先上班去啦 哎 去吧 坐了一天的車 累死了 你趕緊坐上去 哎媽 媽 那是我的房間 那也是我兒子的房間 我難道就不能睡啊 都可以做完飯了 再把我把行李收拾一下 媽 我這還在坐月子呢 這孩子 坐月子也要認識好 你這個小情 媽 媽 媽 孩子在哭你幫我看一會兒孩子啊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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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快点点了 哎你做饭这么累了孩子给我抱吧 没事饭我已经做好了 哦好好好来给我抱孩子 你先去休息一下等会啊我再收拾 妈你怎么做饭还要带孩子呢累不累啊 不累不累为了这个家啊应该的 妈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怎么才三千啊你打发酵花子啊 妈我们一个月收入才五千你说给多少 要不给四给完吧 这个还差不多 你想什么意思你 我生完孩子没有工作靠你儿子的工资生活 你嘴上没说 但其实你心里很气吧 表面上说来给我当孩子 其实想掌握经济大学好让我一分钱没得花 你胡说八道 我是看家隔壁都是给五六千的 那是因为人家月收入过万 好我们五千就是全部了 而你张空就要拿走全部了 思雨你别这样妈还一直给我们做饭呢 你妈做菜喜欢放辣椒 你看这些菜有嘛 这么久以来都是我做的 当初小姑子怀孕的时候 你就彻夜的照顾 我不要求你对我像对她一样 但至少也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现在钱我一分都不想给 而且我觉得老家更适合你 思雨 怎么 你也想跟她一起回老家吗 妈 你这次做的真的过分了